好東西講一下 所以雅虎股市下載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就是在05、06裡面可以找到 下載雅虎股市 怎麼抓出來 結果這邊有個示意圖 怎麼分析結構 因為這一題實在真的複雜度還蠻高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那大概解的方法跟剛剛是雷同的 只是說很花時間是真的 裡面的話我有大概細節的截圖 然後抓哪一個table 不過這邊好像是第五個 後來他網頁有改版 好像是第五 第九個變第五個 那怎麼知道 我後來是用Find 比如說Ctrl F 然後尋找他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第五個剛剛就是我要的那個位置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去分析一下 他的網頁結構 OK才有辦法去抓到哪一個位置 其他這邊有參觀說明 還有原始碼 另外的話 如果說你不要用Python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就是用VBA 那VBA裡面有一個很好用的就是用IE物件 也就是說把IE瀏覽器整個用VBA把它什麼 遷入到我們的VBA程式裡面 也有點像是把IE瀏覽器放在背後執行 也就是說它背後執行完的東西 在背後 那你也可以讓它顯示出來 那如果背後執行完到的東西再丟給你 你就把它接到再丟到Excel裡面也可以 那至於細節怎麼做 有沒有我這邊有講到 因為之前有從Web功能下載都變亂了 而且蠻多東西 之前不會啦 後來就 那你可以改這個方法 用IE物件 至於細節這邊有說明 然後程式的話就放在這裡 那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因為這東西其實難度也是又向上一個層級了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多元的去了解 比如說VBA怎麼爬資料 或者是說Python兩者也比較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好方法 就是也就是利用IE的瀏覽器 它只要能夠看得到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VBA去控制 那個瀏覽器的所有動作 把那個動作做完之後的結果撈出來 就是這個範例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想而知 只要瀏覽器做得到的事情 那基本上VBA都可以把資料給抓過來 它有點像模擬那個什麼滑鼠鍵盤的動作 做完的結果我把它再抓回來 就這樣而已 OK所以你想得到的 其實理論上都辦得到 OK 那這個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因為這一期課程 大概時間蠻短的啦 所以除了05、06之外 當然還有07、08、09、10 0、10到12啦 只是說後面部分的話 比較又再更近一階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自己再亂亂看 那將來當然理論上後續 之前有開過類似像 現在我們是30小時的班 其實之前有開過類似60小時的班 那60小時後面其實也都可以 整個完整的講完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只有一半時間 所以我就有些部分呢 就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那如果你們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做備份的動作 然後這邊可以下載 OK 反正就把它備份再丟到 自己的雲端上面去就OK 那理論上還有就是我們那個 論壇上面的東西 但短時間我是不會做任何的調整 當然回去還是會給各位再複習 可是不保證它永遠不會改變 你不要隔個好幾年之後 突然問我說老師 東西怎麼跑到哪邊去 或出入此類的啦 OK那當然就不在這個保護範圍之內的 照上這種課有提供後續的這種 其實應該是比較少啦 只是我覺得我是有義務啦 我自己是覺得啦 可以多提供給各位一些東西 盡量你學完之後 不要說你學完之後 好像什麼都又回到原點 那當然不是我想的 盡量如果你將來最好是可以有發揮的空間 如果有做出什麼結果 我會很希望你們可以給我一些feedback 可能也許告訴我說你做了什麼東西 或甚至你有發生什麼做完 然後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我討論也OK 這樣我也可以進步啦 OK 那這一期課程當然就是時間的關係 那不影響大家 待會還要再領證書嘛 還要再排 你們證書拿到嗎? 然後還要再簽退嘛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 那之後如果有問題 當然也可以再看用其他方的mail 或者其他方就跟我聯繫好了 OK OK 好 OK 謝謝